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我们每一次会receive什么呢 我们会receive stream of message 就是说message它会一个一个慢慢进来对吧 然后进来时呢它会有message它自己 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timestamp 然后呢每一个unique的message呢 它每十秒钟才能再记录一次 就是说它每十秒钟才能再把它print out出来一次 那这样就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也一定要去计算我们的秒数对吧 那小于十秒的话呢 那我们是不会没有办法把它print出来的对吧 然后呢每个message都会count in chronological order 那 chronological order什么意思呢 就由小到大对吧 然后呢sever message might arrive at the same timestamp 就是说有可能会有不一样的message 但是会有same timestamp 它的timestamp是一样的时间对吧 好那我们这边需要去什么 需要去设计两个方程对吧 logger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object对吧 什么logged object 那我们的方程里面会有什么 我们会有shoot print message对吧 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什么constructor对吧 然后呢这边说了什么 如果呢我们必须要print message的话呢 我们就干嘛return true对吧 不然的话我们就return false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秒数还不到十秒对吧 不到十秒 如果另外同样一个message就进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return false 好马上看一下题目的例子对吧 好第一个呢 我们在第一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把什么 把我们的constructor跟logger定义出来对吧 所以这边什么都没有 然后一开始有message进来 我们call这个message 然后呢有这个什么 有第一个message对吧 它是email 然后在full对吧 说一下干嘛 是可以print的对吧 这么跟你说了 是可以print的 然后第二个message又叫的时候呢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2跟bar对吧 在2秒的时候呢 有bar 那当然也是没问题对吧 因为它这么跟你讲了 return true对吧 因为我们下一个可以print的时候呢 就是12秒之后对吧 那第三个呢 shoot print message 是有什么呢 是有3跟full对吧 那这边你发现什么 发现我们是return什么 return false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到10秒对吧 我们下一次可以print full的时候呢 是什么 刚刚说的是在什么 是在11秒的位置对吧 所以再看下一个位置 是什么 shoot print 然后是a跟bar对吧 那a跟bar的话呢 还是没办法对吧 因为这边说了 我们下一个print的时候是12秒 那这边timestamp是a 是个8对吧 然后再看下一个 是什么 10跟full也是没有办法对吧 所以这边都return false对吧 那再下一个呢 可以了对吧 因为在full 在1秒的时候print过 下一次可以print的时候是什么 是11秒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timestamp是11 然后有个full 不是full是full 然后呢 这样的话自然而来就什么 return true对吧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constrained对吧 constrained就跟你说什么 说timestamp呢 就是不会有负数 这边在面试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面试官讲一下说 会不会timestamp coming 是负数呢 那这边跟你讲 应该是不会对吧 只有0然后到10的90方 然后呢 这边是个什么 will be passing non-decreasing order 就是chronologic order对吧 就是说它的timestamp 就是一直往上增长的 好 然后这边就是它到底会被叫多少次 好 那了解constrained之后呢 我们一样看一下什么重点 对吧 好 重点有什么呢 我们直接很 应该很 很快就能想出这一题 应该要用什么 用一个hash map对吧 因为我们要去记录 我们时间的秒数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很熟练我们hash map的应用 然后快速的把这一题解出来 怎么去解呢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10秒内 同一个message 它不能被print出来对吧 然后呢 chronologic order 就是什么 有小到大的排数 那是不是就可以干嘛 我们可以把message跟秒数 把它记下来对吧 如果我们的message 它不在hash map里面的话呢 那表示它是一个全新的message 对吧 那肯定是可以print的 这应该没有问题对吧 然后呢 干嘛 我们当message 我们当把message 存到我们的hash map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的key是什么呢 我们key就是我们的message 对吧 那value自然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秒数 对吧 这样子呢 我们在新的message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message当作key 去看说它上一次出现的时候 是几秒对吧 然后呢 不要忘记要return true 对吧 那如果我们这个message 它已经在hash map里面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要干嘛 我们要把之前的秒数 把它拿出来对吧 怎么拿出来呢 我们去 把秒数拿出来 然后去算书 算出它现在跟 它跟现在的秒数之间的interval 它的间隔对吧 如果间隔是大于0的话呢 那表示就可以print对吧 所以当然要print到true 然后不要忘记 要把新的秒数记下来对吧 那如果是小于0的话呢 我们直接return false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它该print的时间还没有到 因为它还没有超过10秒 对吧 因为题目规定要干嘛 要10秒后才能在print对吧 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些秒数拿出来 我们是不是就把我们的message 放进我们的hash map里面 那既然它value之间 就秒数出来对吧 好 那了解重点之后 马上把这一题思路视觉化 好 我们直接用题目的例子 一开始有log对吧 log就是我们的constructor 那constructor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hash map定义出来 对吧 这是我们的hash map 那我们开始做第一个对吧 第一个是什么 是1跟4对吧 所以我们的hash map里面呢 加了什么 加了负跟key对吧 然后1是value对吧 1是我们time stamp 这是第一个对吧 那来到第二个位置呢 有什么 有2跟bar对吧 所以我们把bar加进去 我们的hash map里面 然后把2写进去 然后看第三个呢 是什么 第三个是3跟4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full 它是在我们的hash map里面的 对吧 所以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把它的interval算出来 对吧 interval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3减到什么 减掉我们把full放进去 对吧 放进去之后我们得到什么 得到1对吧 所以3减1等于多少 等于2对吧 2 有没有大于 或是等于10呢 我们发现什么 发现没有对吧 没有的话 我们就直接干嘛 return什么 return false对吧 这边应该是 你我true true 对 return false return false之后 我们来看下一个位置 下一个位置是什么呢 是bar跟bar对吧 那我们干嘛 我们知道bar已经在我们的hash map里面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干嘛 把interval算出来对吧 所以我们用8减到什么 减掉bar目前的value对吧 8的value是什么呢 是2对吧 所以8减掉2等于多少 等于6对吧 6有没有大于或等于10呢 没有对吧 没有的话 我们再看下一题 下一个data stream什么 should print message对吧 就是什么 10跟full对吧 我们看full 它已经在我们的什么 在我们的message 在我们的hash map里面了 对吧 但是什么 但是它的值呢 interval是什么呢 是10减到什么呢 减掉full的value是什么 是1对吧 等于多少 等于9 9有没有大于等于10呢 没有对吧 所以一样print print outfull是对吧 但下一个位置我们来到什么 来到11跟full的位置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把11拿出来对吧 然后去减掉full的值是什么 是1对吧 就等于多少 等于10对吧 10有没有大于或等于10呢 有对吧 所以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把这个full 把它新的秒数写进去 对吧 所以新的秒数是什么 是11对吧 然后呢 干嘛 return true对吧 那这样 这样子呢 我们整个datastream就完成了 对吧 好 那这样就是一个题目的 一个思路 我们现在马上把什么 马上把这一题 呃 call把它写出来 好 那因为是一个design题目 对吧 我们必须要有个class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写一个class 那class是什么呢 class就叫它logger 叫它logger好了 然后呢 这边写一个什么 先写一个名 呃 constructor 就是两横 init 然后两横对吧 然后呢 这边会有一个self 然后没有东西对吧 然后呢 我们要定一个什么 定一个hashmap出来 对吧 所以这边就叫它self 然后lookup 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空的 empty hashmap 也可以叫做dictionary 然后之后把我们什么 把我们第二个方程写出来 对吧 第二方程是什么呢 should print message 对吧 那我们知道里面会有什么 会有一个self 对吧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timestamp timestamp 那timestamp timestamp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是个integer对吧 还有什么 还有message message自然而然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string对吧 所以message 是一个string对吧 那么return什么呢 是不是return一个boolean 所以bool 好 那把这方程写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干嘛 我们说我们如果message 它不在我们的hashmap里面的话呢 if message message 那影 那影什么呢 self 打什么呢 打lookup 对吧 如果它不在我们的hashmap里面的话呢 我们干嘛要把它加进去 对吧 所以self lookup 然后这边写什么呢 写message 对吧 message 就等于是我们呢 等于我们的timestamp 对吧 因为我们的value是我们的timestamp 好 self lookup 等于timestamp 然后不要忘记干嘛 因为没有看过 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可以把它print出来 对吧 所以叫return什么呢 return true 对吧 不然的话怎样 不然的话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的message 它肯定在我们的hashmap里面 对吧 所以我们就要干嘛去计算我们的interval 对吧 所以int rval 我们的interval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interval是 把它的值拿出来 把值拿出来的话 那会是什么 会是我们的timestamp stamp tamp 剪到什么呢 剪到我们的lookup 然后呢 把message放进去 对吧 message放进去的话 就会秒数就会出来 对吧 timestamp就会出来 好 然后呢 算完interval之后呢 我们就干嘛 我们就可以看去比较 对吧 if什么 ifinterval ifinterval是大于或等于什么 10的话呢 那我们干嘛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hashmap里面做个更新 对吧 所以呢 这边忘记加一个self self self 打什么 打lookup 然后里面是message 等于什么呢 等于新的timestamp 对吧 所以timestamp 等于新的timestamp 然后之后呢 就干嘛 return对吧 return什么呢 return true对吧 不然的话怎么样 else 我们叫干嘛 return false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它的interval 还是没有大于或等于10 对吧 所以它还没有办法print 好 这样子我们这个code呢 就全都写完了 那看一下什么的 time complexity对吧 我们把东西 你会发现什么 我们没有便利任何东西 然后我们要的只是什么 我们只是把东西 一直把 一直把东西加到我们的 dictionary 或是hashmap里面 然后把它放进去跟拿出来 对吧 那hashmap放进去跟拿出来 都是什么 都是constant 对吧 所以呢就是什么 就是o of n 对吧 那space complexity 是不是就是什么 就是o of n 这边写什么 我刚刚说是o of one 不是o of n 就是一个constant 因为hashmap读跟曲都是constant的time complexity 然后呢 space complexity就是o of n where n 是什么 n is size of the lookup 对吧 因为我们要把东西存到我们的lookup里面 这是什么时刻你知道的 好 我们现在马上把刚才的code呢 很快速的打上去 我说 我说我们要一个什么 要一个 hashmap对吧 所以把hashmap在一开始就把它定义出来 定义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开始做我们的思路去比较 对吧 我们看说什么 我们看如果什么 如果message它在什么 它不是在我们的hashmap里面的话呢 那表示我们可以print到东西 对吧 但是我们要先干嘛 要先把我们的message 把它存进我们的hashmap里面 对吧 然后呢 把time stamp放进去当它的value 那就可以干嘛 return true 对吧 不然的话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去计算我们的interval 对吧 那interval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当前的time stamp 去减掉什么 减掉我们hashmap里面message的值对吧 所以把message的值拿出来 然后去算interval 那如果什么 如果interval它是大于或等于什么 等于10的话呢 那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可以print到新的message 对吧 但是在print到新的message之前呢 不要忘记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去更新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message的time stamp 对吧 所以呢 一样message 就等于time stamp 然后呢 不要忘记要return true 然后呢 不然的话呢 干嘛 直接return false 对吧 因为如果interval是小于10的话呢 那表示我们没有办法print out 这个log 对吧 好 那把这扣送进去 看有没有打错 accepted 没有打错 然后submain的话呢 好 submain之后呢 也没有问题 好 那这期就很快地讲到这边 那不要忘记 每个礼拜三更 每个礼拜日 美国西岸时间的晚上10点 我会定时上手机 复习的影片 如果复习的影片 曾经帮助过你的话呢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 还有小铃铛 也希望今天大家都能比昨天厉害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Peace